請勞動部次長 謝謝主席 有請勞動部次長 林次長你好 接下來要問的是 勞動部的業務 不過如果不是你的專長的話 部內其他的同仁 上來協助沒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不當勞動行為 我昨天在交通委員會的時候 我已經問過你們的司長 我現在最主要關注的行為是 我們目前公會法第35條 針對不當勞動行為的處罰 他必須要以先向裁決委員會 申請裁決 裁決成立了以後才會啟動這個處罰 那我昨天關注的焦點是即使成立了 他的法環只有3萬到15萬 那相對於從事不當勞動行為 對於資方所會帶來的利益 我昨天在交通委員會 主要要求貴部 就勞制正義處理法 工會法提出來的修法 第一個層次要處理的問題 是罰環3萬到15萬 一定是從業者的角度來講 這個罰環的額數根本是個笑話 要不然的話 我們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 看到這樣子不當勞動行為的出現 那我現在下一步要請問的事情 是說 我們如果要啟動 工會法35條不當勞動行為 裁罰的話 必須要勞工依照35條的第二項 所生的爭議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 35條第二項它規定的是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的人 為前項規定所謂的解雇 調降或減薪無效的 那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 如果今天雇主所出現的行為太樣 是還沒有到解雇調降或減薪 而是為其他不利益的行為的話 勞工可不可以申請裁決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剛剛我想我們在台灣制定這個政策 基本上是 是學取美國這個NLRB的制度 沒有 那個整個裁決制度的來由 我非常清楚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現在就請你們具體的回答問題 如果今天雇主做的是 為其他不利益的待遇的話 勞工可不可以申請裁決 委員我請我們同仁 就這個問題來追 可以 謝謝委員的指教 針對委員的這邊的職員 我想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就是在根據公務會法35條 第一項的第一款裡面 已經有一個概括性的規定 所謂的其他不利益行為 這邊是我們在針對裁決部分 可以受理的範圍 沒有啦 我現在就問嘛 35條第一項怎麼規定的我很清楚 法條也在這邊了 但是整個裁決機制處罰的規定 它的啟動 要從35條第二項 對 35條第二項規定的是 為前項規定所謂的解雇條降或減薪無效 落入35條第二項 勞資正義處理法49條 勞工才可以去申請裁決 那我現在問你的法律問題是 如果還沒有到解雇條降或減薪 是為其他不利益的待遇的話 能不能夠啟動裁決機制 可以的話你就跟我講可以 法條的依據是什麼 啊你剛剛跟我講35條第一項 啊我跟你講35條第一項 就不是答案嘛 因為你要啟動你要落入35條第二項嘛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35條第二項它是一個無效的一個法令規定 我知道 你如果要申請裁決的話 依照勞資正義處理法49條 要依照35條第幾項的規定 我這邊有條文我唸給你聽啊 工會法第35條第二項 對 所以如果是其他不利益的待遇的話 你們現在的法規範出現了一個第一個漏洞 沒有辦法啟動裁決的機制 因為它沒有落入35條第二項 第二個 如果是第五款的話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公會的成立組織或活動 你要怎麼處理裁決機制 這個是第二個法律漏洞 啊我現在是很清楚的告訴你們喔 如果你們會後要去請教你們部內 其他對於不當勞動裁決行為更熟悉的同仁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我希望因為昨天你們的司長 已經在交通委員會跟我承諾了 你們一個月以內 會針對不當勞動行為還有裁決機制的修法條文 送到院裡面來審議 那我現在是藉由這個質詢的機會 公開的告訴你們 現在你們所規定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裡面 所出現嚴重的法律漏洞 所以才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前面有這樣的條文啊 雇主還是大剌剌的幹 根本沒有抑制的效果 我昨天請教你們第二個問題 我說如果申請裁決的話 獲勝的比例有多少 你們同仁跟我講說有七成以上 我昨天沒有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跟他說沒有關係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繼續討論 今天我繼續的跟勞動部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是從2011年到2016年 但是2016年還沒有結束 所以我們就先不要看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成功率 大概在五成多或六成多左右 但是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數字 是裁決委員會促成和解的案子 是的 好不管是裁決委員會促成和解的案子 或者是你們已經認定 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 請問你們每一年 裁罰的件數有多少 每一件裁罰的金額各是多少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有關於每年裁罰的案件數 我們讓我們做一個了解 但是有關於裁罰金額的部分 原則上 我們大概都是用三萬塊錢開始做啟發 對啊現在所有 在關心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 但是這些工會的朋友 基層的勞工朋友 在校勞動部的是什麼 3到15元已經很低了 結果他們常常遇到的 都是你們從最低的金額去罰 那導致什麼 導致雇主根本不會怕啊 這只是紙上的老虎啊 一點用都沒有啊 那當然我要求證啊 他們的指控是不是正確的 所以我要拜託勞動部 很清楚的提供兩個數字 第一個 每年裁罰的案件數有多少 然後針對每一個裁罰的案件數 裁罰的金額有多少 因為我剛剛已經秀出來喔 這個是你們裁決委員會 實際辦案實際的效果 那當然這個實際的效果 從現在呈現上面的數字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它的執行率很低啊 enforcement rate非常非常的低啊 也就是 現實上面存在的不當勞動行為 跟進入了這個機制以後 獲得解決的不當勞動行為 兩者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 那導致現在的法規範 白紙黑字寫的這個樣子 對於雇主所會產生的抑制效果 非常非常的輕微 那這個是你們下一階段 在針對不當勞動行為 或裁決機制做檢討的時候 一定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要問市長的是 前幾天的這個新聞 坐54分鐘休6分鐘 時薪打9折 然後媒體報導說 勞動部的官員說這個是合法的 這個是媒體誤解 勞動部的意思 還是勞動部真的認為它是合法的 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現行的法令規定是勞基法35條 是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 對是 那因為媒體有些惡劣的雇主 以這個做54分鐘休息6分鐘這樣 沒有辦法讓勞工充分的一個休息 因為在35條的立法意志 就是要中斷勞工的一個工作 讓他做一個休息 然後讓他的工作效率能夠提升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會 第一個要去查證 我們也會去檢查看看到底是有哪些 沒有我現在只要你清楚了跟社會大眾 讓所有的雇主還有勞工都知道一件事情 勞動部的立場 認為這是合法還是非法的 基本上勞動部立場是認為 再回到35條立法的意志 這樣的一個規範 確實是沒有辦法讓勞工 沒有嘛 35條什麼規定 立法意志是什麼 我都很清楚 你不要再付出我的問題 我今天只要你在立法院公開的 讓所有的雇主跟勞工都知道 媒體報導 勞動部這樣子說它是合法 並不違法的立場 這個報導的內容 可能誤會了勞動部本來的意思 勞動部的意思很清楚 雇主你如果這樣子搞就是違法的 基本上勞動部的立場一直是 那天部長也有報告說 坐54分鐘休息6分鐘 這樣的一個惡劣的雇主 勞動部一定會做 有些作為 我們也會通知縣市政府 像碰到這樣的惡劣的雇主 一定要 所以這個是違法的對不對 對 對嘛齁 好 謝謝 這個 有關於 接下來修勞基法的部分 舊勞動部的部分到這邊就好了 主席再接一分鐘就好了 有請那個 主記長 主記長你好 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我們討論了一個問題喔就是說 您的理念 你接下來在率領整個團隊的時候希望都是能夠做到公開透明 能夠讓大家了解說我們現在所面臨實際上面的問題實際的太陽是什麼嗎 是的 好那我現在要拜託您做一件事情喔就是說 你們有公部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薪資統計 有 然後這個呢有經常性的薪資 那也有你們去衡量物價以後的實質薪資 譬如說 2016年你們算出來的實質薪資大概是五萬七千多塊 對 然後前一年是五萬九千多塊 那當然這個是平均值啦 當然看了你們公佈的結果啊 大概社會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想啊 我離那個平均值啊到底有多遠 這個到底是不是社會上面的現實還是實態 那當然這個就會涉及到什麼 distribution的問題嘛 就是你到底是skew to the left 還是skew to the right 那用平均值來看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看到事件的真相 我相信對統計很熟悉的主記長 您應該可以了解我在說什麼 那我後來的了解是說 我本來是希望你們按照十等分位 按照十等分位 把十等分位的薪資落在哪裡 的資料提供出來 那你們說這個的調查是按照 aggregated data 就是累積性的data所以做不出來嘛 好 那但是你們還有另外 除了你那個工業服務業的資料之外 你們還有就每一年的時候 有去做一個人力運用的調查報告出來 如果是按照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的話 你們就有分年紀 也有分教育程度 所以那個絕對是單筆單筆的資料 就絕對不是aggregated data嘛 那我現在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是拜託主機長 你用受僱者就業每個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你如果是individual data的話 這個data你們在公佈的時候呈現上 可不可以按照十等分位 讓大家很清楚的看到 台灣勞工薪資分佈的distribution 長得什麼樣子 好 我們會努力 可以嗎齁 對 可以 我們會努力 好 謝謝主席長 謝謝可以 謝謝